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秀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游泳世锦赛的比赛情况 游泳世锦赛已经是在近几日正式开赛了 不过对于大部分的网友来说 关注世锦赛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全红衫 本次全红衫参加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项目呢 还是出现在十米台 一个就是跟陈雨昕的女子双人十米台 另外的话就是她和陈雨昕直接竞争的女子单人十米台 7月16号的北京时间早上9点钟 双人十米台的预赛将会正式开始 两天之后也就是7月18号 那么单人十米台的比赛也将正式展开 网友们都非常希望能够通过央视的转播 观看到全红衫的精彩表现 尤其是7月16号这一天 还是星期天是一个休息日 如果说可以在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上 观看到全红衫的精彩表现 我相信这个周末对于这些网友来说 将会是非常愉快的一天 不过非常可惜 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CCTV5频道 最终是没有选择直播这场比赛 而是将这场比赛临时放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赛事频道 因为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 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将会直播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场的半决赛 对阵的双方是美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 这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但是在看到这样的赛事安排之后 也有不少的网友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甚至对中央电视台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毕竟全红衫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体育英雄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在世界大赛当中为中国队争金夺赢表现非常出色 然而在这么重要的比赛 游泳式进一赛就相当于是跳水界的世界杯 这种比赛的话 竟然没有去放到主频道转播 而是将这个转播留给了美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 这个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了 虽然说从收视率与从影响力上来看 可能排球比赛是要远远高于我们的跳水比赛的 说实话要不是全红衫 这个火爆的运动员的话 估计这一届跳水市井赛的收视率还会进一步的下跌 肯定是没有办法跟排球相比的 但是作为国家级别的电视台 还是不能够单纯的以收视率为主的 而且有全红衫的比赛 我觉得她的收视率应该不至于低于一场 没有中国女排的排球比赛 尽管说美国打土耳其的这场比赛 也会受到很多排球迷的关注 因为中国女排一旦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能够战胜波兰队的话 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就将是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的对手 但是即便如此 我依然认为全红衫 她能够保障央视的收视率超过这场比赛 可能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 这种预赛的话 对于全红衫和陈宇希来说是完全没有难的 两个人是肯定排名第一的 所以说激烈性不足 最终才选择将她放到了收视率 收视范围不是太高的赛事频道 不过好在在下午举行的双人十米台决赛当中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主频道 依然会选择直播这场比赛 那这个也算是弥补了之前的遗憾吧 起码我们能够看到全红衫和陈宇希夺冠的那个时刻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项目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选择 中国队肯定会收获冠军的 对于所有喜欢跳水的网友来说 最关注的其实还是两天之后举行的 单人十米台女子的比赛 因为全红衫和陈宇希的王者对决 才是这场比赛最让人关注的焦点 谢谢大家